小明 提子, 你進來吧 李姐姐 你好, 提子 提子, 你隨便坐 我在網上放手遊戲機 剛剛有個買家說有興趣 我們先跟他聊 行了, 你們不用理我 李姐姐, 聰聰BB又開演唱會了? 是呀, 我又可以見到聰聰BB了 雖然之前搶不到票 但這次明中注定我們是有緣分的 是呀, 你看看 提子, 你放心 我這次真的做了功課 這個社交平台專頁有很多粉絲數和好評價 而且還刊登過廣告 有一定知名度, 信得過的 姐姐, 我的買家說已經進入帳戶戶口了 你幫我查一下有沒有過到帳戶 過了帳戶了 好吧, 我可以出貨給買家了 我也要給別人掛債了 慢著, 等等 李姐姐, 讓我看看 你們很可能已經遇上騙徒了 都已經過了數了, 還有假的嗎 帳面極餘金額更新不代表成功到帳 可用極餘才是真正可以用的金額 騙徒會傳入空投資票 製造已過數的假帳 讓賣家出貨之後才發現被騙 幸好我還沒出貨 在出貨之前盡可能要求賣家多面交收 最好是有閉路電視的地點 貨到付款 這樣對於買賣雙方都有保障 我又為什麼會被騙 你雖然有去留意專業的粉絲數目 和評價 但騙徒可以找打手在專業給好評 刊登廣告提升知名度 製造信譽良好的假象 這個專業在幾天前才成立 加上第一個貼文就有這麼多粉絲 真是很不尋常 那又是… 我可以用防騙師傅APP 輸入收款帳號查一下 是公迷 騙徒犯案的手法層出不窮 記住,不想網購得個吉 買賣陷阱要吃得 那我就看不到忠忠BB了 狗仔啊